进入6月 夏梁主产区小麦收获进度加快 目前已过三成 在安徽盟城 当地通过对下收下重的各类机械 进行摸底统计和网格化配置 做到了人 地 鸡精准对接 确保麦子成熟一块 收割一块 在盟城县利仓镇洋庄村 村民张明福家的小麦已经成熟 在外务工的家人没有回家帮忙 但它却显得格外轻松 因为收麦子之前就已经有收割鸡手 主动找到它 历仓镇今年种植小麦18万多亩 当地对下收重工作精准谋划 所有土地机械人员入网定格有序作业 我们划分了将近471个网格 每个网格分配有一台收割鸡 每台收割鸡的收割面积在500亩左右